大家好,我是百味厨娘 冬天我们要多吃韭菜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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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干的话可以加少量的水 水不要加的太多 下手揉成团 最后揉成光滑的硬硬碱的面团就可以了 盖个盖子给它醒上10分钟 现在准备两个香菇切成片 切好放入碗中 准备一根蒜苗 把蒜苗给它切成段 切好的蒜苗 切好的蒜苗装入小碗中 准备一个空碗给它来两个鸡蛋 将蛋液给它充分搅散 将蛋液给它充分搅散 准备一个西红柿 从中间给它切开 切掉根蒜苗 切掉根蒂以后 切成小块儿 装入盘中备用 找个盘子给它撒点玉米面 咱们的面团用厨房剪刀 把面团给它剪成面鱼 剪上一部分面鱼之后 给它稍微摇一摇 让它均匀地沾上玉米面 这样咱们的面鱼就全部剪完了 这样也不会粘连到一起 磕磕风鸣 水开虾入咱们做好的面鱼 搅动一下 开锅之后给它撒点凉水 煮两分钟 给它控水捞出 已经熟了 捞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面鱼吃起来更筋道 炒锅烧干 加入食用油 油热倒入蛋液 将鸡蛋给它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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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香菇翻炒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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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炒至断生 加入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炒香菇炒 炒香菇炒 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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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